House Kong 最近影片都在家裡拍嘛 所以當然會比較無聊啊 你看現在難得出來了 就是要拍點特別的東西 所以呢我就花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做這個 你們現在看不出來是什麼對不對 答案是 這一個 許願池 沒錯 我記得小時候去一些什麼燈會 還什麼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許願池在那邊 那時候我都很小嘛 所以當然很天真的 就以為願望會實現嘛對不對 那今天做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就有點像一個社會實驗 然後順便看可不可以騙到一些錢嘛對不對 好然後我來到我最熟悉的那個公園 其實我有點久沒啦 你看後面 後面這個遊樂設施都變得不一樣 你就知道我多久沒來 我個人不知道他長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就趕快 把這個智障的事情做一做 把這個許願池找的地方放一下吧 好我決定把它放在這個不棋眼的角落了 我選擇這個公園是因為其實這個 會有一些人來啦 可是 我怕人太多的話可能會被幹走 或是被什麼警察抓走 說什麼亂丟垃圾之類的 所以就選在這裡了 好現在把水倒好了 水願池當然不能缺少水啊 好那現在就是在裡面投幾個錢 順便許幾個願 這樣才比較能夠招來生意啊 我希望我有女朋友 我希望我youtuber的訂閱破十萬 我希望我斷卡有幾個 我希望世人不要那麼白痴 我希望我有腦 我希望我想不到了隨便 我希望我看得到優福 投了八個銀幣就代表發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就等到明天吧 我幹我好丟臉喔 我要閃了 拜拜 好了各位現在到了隔天晚上 我現在要去看那個 許願池有沒有被幹走了 這真的完全沒有造假 我昨天很擔心他 就是會被拿走或是被 因為我昨天在的時候 有一個清潔大儀嘛 我很怕被他收走 然後或是會有 反正就是有不好的後果啊 好不管 反正現在就去看看吧 現在到公園了 然後我剛看到 許願池居然還在 可是我不知道裡面 錢有沒有變化 靠這也太扯了吧 裡面錢居然變多 這太誇張了吧 好如果是有人 真的在那邊許願 我祝他願望實現 這次實驗真的太成功了 我真的沒有想到 居然會有人真的拿來許願 真心祝福那些人 願望會實現 好那這支影片就這樣了 證明小朋友很 有趣 好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真的以為 就是 沒人會鳥他還怎樣 我真的沒有想到 會有這個結果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